好同学那我们先搜寻 今天的主角叫做 Python Anywhere 然后进来之后 你要申请一个账号 这个代表已经登录了状态 那我现在log out 然后假设我们现在 还没有任何账号 他会说没有账号吗 那就建立一个 初学者账号 Create a beginner account 接着 同学你可能 不止一个email 你可以申请两个 那我再用另外一个申请看看 我有gmail账号 可是名称只能为一 同学知道意思 就是说你名称只能一个 只要按我同意再注册 他说你的名字只能够包含 那这个同名的账号就没办法申请 反正我现在在示范而已 因为我已经用这个账号申请过了 他说你这个名字要跟这个email要一样 所以我这里的名字只能命成这样 可是我这个已经申请过 我是用yahoo的申请的 然后这里他就会说已经申请过 反正你没有申请就好了 好那申请完之后呢 同学就可以登录了 log in 好那我现在要登录了 因为我已经申请过了 这是我的帐号 我的密码打一下 再登录 那这不要管他 因为他跳到这里的话 你就再按一下这个 PCNL这个标示 就可以来到他的首页 那一进来的时候呢 他有一个东西叫web web网页 那同学呢 要去加一个新的网页的app 按一下这个 可是呢 他我们这种入门者 他只给你一个网站而已 你要加第二个是没办法的 所以我们只能来回过头 来到这个旧的这个 旧的就跑到这里来 那这里呢 有一段被省略掉的是因为 我们这里再介绍一下 同学你必须要回答两件事 第一个是选python版本 刚才有一个地方 我把那个图接过来 就是你会面临到 加入网站APP的问题 所以当你 这个有加入的时候 就是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要选python版本3.9 然后选你的开发工具等于flask 开发工具因为我也看不到那个画面 反正他问你是用什么开发的就对 选这两个就没错了 选完之后要干嘛呢 选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来架我们的第一个站了 同学呢我们现在开始了 首先刚才有请同学准备了 不知道你准备了没有 你至少这里面要有东西 有没有 我们这要写的是 这个证据就是060了 这个代表真的是你写的 如果说你用什么和漏 那个道理是他写的还是你写的 根本不知道 把它复制一下 把这个语法复制出来 Ctrl A C 好那接着我们再回到刚才那里 接着他预设的网站点进去的话 不会是这个啦 这个是我已经改过程式的 那这个是我们以前做过的一段 回到上一页 那你要做什么呢 你要做一个动作就叫做档案 有没有我们刚才来到这里嘛 你就先点点看他会说什么 Hello什么flask 然后接着我们点这里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上传你的档案 好你点档案的时候 然后我们要进来的东西叫做 MySite我的网址 同样按一下 你等一下找这里哦 那你的网址就是 这个地位等同于 我们非常熟悉的MyAPP 这个他虽然写的是什么 MySite MySite来说MyAPP嘛 那个目录 然后请你把 你的档传上海本来是这样 可是可以传档的东西 那个是要付钱的 我们现在没有付钱 所以直接来改这个 这个就是等于我们的app.py 那只是多一个flask而已 再说一次 这个其实 我这个解一下 等一下我用那个可以标志的 等我一下 好那我们现在呢 我把这个标一下 我把这个标一下 通常看到 这个MySite的地位 就等于买app 然后这个档 就等于app.py 它多一个flask 因为它这个是它官方的网站 那你如果说想要有自己的名字可以 你要付钱 可是我们现在在测试 就不用付钱 就是先做到这里就可以了 好 那如果说同学呢 你真的要去架你的商务网站 每个月要给它 刚才没看到没多少吧 不知道几块美金我忘记了 好那现在我们把它存档 它那个已经最低消了啦 就是一两百吧 那现在把这个 我把它传上来 同学等于要来找这一页 那你就知道 它们的地位 接下来我们要干嘛呢 就是把我们的 写的app.py的内容 把它覆盖过去就好了 很简单 那怎么覆盖呢 覆盖给同学看 我们刚才的城市不是长这样吗 0602pythonanywhere网站测试 复制CtrlA,C 接着人来到这里的时候 你把它 它这有三个按钮 不要乱删 不要删 因为它这个已经锁好了 如果说你要用自己的名字 请付费 刚刚已经说过了 那我们现在没有付钱的情况下 请用这个原版来改 这个是下载 这个是edit 选中间的edit之后 把它的内码改过来 CtrlA,CtrlV 同学看下 有没有 这里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要储存 你现在做好对不对 要储存 Save Save 实时定存也有 Save 好存完了 存完了之后再回来 回到上一页 接着回到上一页之后呢 同学这是档案管区嘛 档案管区的隔壁呢 就是网路管区就到web这里 按一下 那看到说 老师它这里为什么会有个template 你的可能没有 这是我自己写的 你就写个AAA 因为我们要放照片 应该是写个static 然后按下这个new directory 记得要顺手啦 这个都是要做的嘛 然后就是把它呢 传到这里来 好那回到上一页 你看这里有static 这个等一下放照片 都会知道嘛 我们很熟 这个要放网页嘛 每次都一样啊 只是说他们目录名称 稍微有不同而已 好那现在呢 这个都好了 我们当你这里准备好之后 我们就要回到 网站 记得有任何更动 我们在黑市窗那里呢 都会重新执行 这里也是 这里要reload 这里同学重新执行 是在这里 这个地位等于 我们的重新执行 按一下 接着请按下 这个名字 你刚才的账号 譬如你账号是abc 就abc.pythonanywhere.com 有看到吗 这样就成功了 这个成功很重要 等于说你的网站 现在全世界都看得到了 那这个就是 譬如说你的客户 你就传这个网址给他 你自己的购物网站 就把这个传给他 那我们之后的作业 要请同学传这个 就是期末作业 当然要请你传这个 传你自己架的站 那当然你里面可以 你如果这个成功了 里面可以放照片 放购物车 然后放任何计算 连资料库什么都可以 可是你这个要先成功啊 好现在请同学试试看 有没有办法呢 先把你刚才写的这一段 先传到变成一个网页 我们之前的都是 自己电脑里面的 可是现在这个是 已经真正的网页了 好那请同学试一下这一段 如果看不懂了 我把这个影片上传到 刚才那个频道 你有空再看一下 画面还给你 好那 感谢观看